大家好 今天是8月10日 市場有升升跌跌來回回 今天上升的板塊是較多一點的 已經多了一個 銀行股今天也不是太好的表現 半導體股也不是太好的表現 不過很多軟件股 汽車股等等就會好 由於軟件股裡面等等這些 就牽涉到資訊器材這些 就比較牽涉到有幾億的 騰訊 阿里巴巴 美濤等等 就會拉動整體指數的上升 有機會 對